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请大家欣赏一株蝴蝶兰吧 因为天色呢,又已经晚了 不过外面比较温和 现在是七八度的样子 所以的话呢,我就把它拿到室外 这样光线的好一点 这一株呢,是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常见 也比较出名的一株西雷利杂交的蝴蝶兰 Jahoo's Pink Girl 粉红女孩 它的青本中呢,有超过50%的西雷利的基因 所以呢,它看起来呢,花朵呢,和西雷利很像 而且它的香味呢,也和西雷利很像 带有一种玫瑰香 但是它的香气呢,似乎呢 又像是一种有一点干了的玫瑰花 不是新鲜的那种香味 不过我觉得是很好闻的 我很喜欢它的香味 它另外的两个主要的基因呢 来自 桃红蝴蝶兰 就是Equestrus 鸡蝴蝶兰 它的花呢,非常的小巧 这个呢,就应该是来自 鸡蝴蝶兰的基因 占33% 另外呢,还有13%的比例呢 是Stuartiana 史塔基 它的唇瓣呢,就有一点像史塔基的样子 粉红女孩相对来说呢 还算是一株比较常见的蝴蝶兰 假如你运气好的话呢 甚至可以在超市碰到 它的辨识度呢,其实还是蛮高的 首先呢,它是斑叶的 有的斑叶呢,明显一些 有的不算明显 但是有一个明显特征呢 它的叶子呢,比绝大多数蝴蝶兰呢 都要深 它的叶子颜色很深 而且叶子的背面呢 是红色的 我这株呢,不算太明显 因为最近呢,一直在室内 光照不够 假如光照高一些的话呢 它的叶子呢,会更深 看到呢,像是红色的 另外呢,它的叶子也比较柔软 柔韧性比较好 有一种皮革的质感 不像其他的蝴蝶兰呢 很硬 另外,它的花朵呢,非常小巧 比绝大多数的迷你蝴蝶兰的花朵呢 更小 直径呢,只有三个厘米左右 它的花鳄花瓣和纯瓣上呢 有美丽可爱的斑点 当然因为它是多重杂交的品种 这个颜色呢,有的粉一些 有的浅一些 斑点呢,或多或少 但是没有关系 都很美,都很好看 通常有这些美丽斑点的蝴蝶兰呢 基本上呢,多多少少呢 都会有一点香味的 因为它是杂交的蝴蝶兰呢 照看起来呢,非常容易 并不比其他的蝴蝶兰呢 困难 这就是今天呢 请大家看的这株 可爱 香甜的 粉红女孩 Jahos Pink Girl 希望呢,你也有运气 碰到一株 谢谢 谢谢